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捧出了范德彪这个足以载入华语句史的经典形象 问世近20年来 这部拍摄粗糙风格土味的喜剧非但没有过气 反而声名日龙 虎心评论家麦克阿瑟曾高度赞扬 人类迄今为止只有两部文艺作品 说透了对自身局限性的焦虑 一部是福士德 另一部就是马大帅 漫长的季节的导演辛爽曾直言 经常摊在家恩刷以寻找灵感 马大帅片头的第一个画面 是神舟五号发射升空 然后目不辖街的高楼霓虹光怪陆离 隐喻国家经济如火箭般窜声 伴随着本山一声声哇塞惊叹 浪个里个隆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快 这天 辽宁省北部的铁岭开源市 马家铺子村热闹非凡 村长家的儿子正娶媳妇 新娘是村民马大帅的女儿马小翠 看看这结婚照毫无PS痕迹 村长家大白酒席 十里八乡老少爷们齐聚一堂 关键时刻 新娘小翠却失踪了 只好找他亲爹马大帅要人 马大帅自知理亏 蹲在地上一声不吭 让亲家骂个通透 自己刨坑自己埋 现在必须立刻马上把小翠找回来完婚 否则前面只有射死一条路 镜头转到了开源城区 一代辽北传奇范德彪登场 他是马大帅的七弟 小翠儿的亲老舅 进城打拼多年一直没回过村 刚上来彪哥气势非凡 来到维多利亚娱乐城门口 一排保安恭恭敬敬喊彪哥 训话时女服务员点烟助力 男版西西里美丽传说有没有 范老师一开口就是赵全省的架势 左行龙右白虎前骷髅后玄武 哎 这气质拿捏的死死的 天剧在彪哥的亮相上做足了功夫 先扬后裔步步去魅 反差效果拉满 正吹得兴高采烈 领包阿威急匆匆赶到 维多利亚真正的老板吴总 刚被几个茬子社会人给抡了 提你的名不好使啊 德彪气血上勇这是活够了 到了包尖门口吴总以重度挂彩 看到老板遇袭 德彪当仁不让 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都交给我 包家里处着四个大汉 德彪丝毫不慌 从容掐烟递名片 社会天团潇洒离去 众人进屋把德彪从桌子下扶出来 利棍单打成了利争挨打 血是真的红 肉是真的疼 这仗打得太憋屈 确定对手走了 再吆喝两声拉拉排面 吴总看来是真生气了 两个鼻青脸肿的棒吹 小窗思聊 彪子你是怎么回事 我平时啊 我只要一扎东西 咔 我一扎 咔 脑脸 我就基本震住了 今天没人住 感情厨师才是德彪的老本行 强势联动了春晚大忽悠系列 脑袋大脖子出不是大款叫火服 吴总受够了 让德彪卷扑盖角滚蛋 可手下的小弟却对他恋恋不舍 德彪也没明说自己被开除 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回家先屈两天再说 彪哥前脚刚走 来了一个被包袱的高挑姑娘 正是马家铺子村的落跑新娘 马小翠 欠生生的说找老旧范德彪 诸如门童很照顾彪哥的面子 只说他出门办事 没说白眼了一顿打 让小翠先去吴总的办公室等一等 吴总正独坐办公室抽烟生闷气 见到小翠空气近乎凝固 糟糕是心动的感觉 彪哥快要垮台的人生 即将峰回路转 与同时马大帅决定进城寻女 女儿八成是去找德彪了 走之前有一个新疙瘩放不下 马大帅丧气后没顾得上个人生活 近几年他跟同村的离婚妇女玉芬越走越近 两颗孤寂的心灵擦出了火星子 想下半生搭火携手同行 他想跟玉芬招呼一声再进城 谁知推门撞见了玉芬的前夫牛二 牛二是十里八乡 有口皆碑的泼皮 水壶传里的人设一点没改 因犯法蹲了三年大牢 跟玉芬早已离婚 出狱后 牛二第一时间又缠上了前妻 死皮赖脸的强求复合 马大帅不是杨志 没本身跟牛二硬钢 嗯啊啊一通霍西尼 我碰我的娘们我就不信 我一合一别的老爷们敢碰她 那谁又敢 谁敢碰我生死 大帅劝玉芬回娘家躲两天 等解决完闺女的事 咱俩想法把证给领了 吴总让保安部的小伙带小翠去得标家 标哥正舔尸伤口拜官二爷 离家七年面对婷婷玉丽的外甥女 完全认不出来 听说了逃婚的原委后大为不分 你的事老旧管定了 在城里换了这么多年 给你找个工作手拿把掐 先踏实住下 最后带着小翠去餐馆吃饭 得标在这当过厨子 跟老板娘贵姻关系不错 本想爱怕小翠来当服务员 但暂时不缺人手 只能作罢 另一边马大帅动身进城 农村小老头很少出门 车场被小头盯上顺走了钱包 而得标的地址电话都夹在里边 身无分文 若打个开源城该到哪落脚呢 想什么来什么 路上金线百元大钞 把了帅赶紧扑过去 刚要捡却黏在路人的鞋底 这天降横财可不能飞了 立刻追 到某波摊一脚踏住 主打一个自然演技 那年代一百块购买力很硬 省着点花够吃一礼拜 如果是自己的钱 肯定掰开几半花 可既然是捡的 就并不太珍惜 先去餐馆开顿婚 有酒有菜 共花了二十八块 结账时摆出土豪姿态 拍出百元大钞 找钱 没一会儿老板出来了 说是假钱 要么报警 要么刷碗还账 您自己选 马拉帅大呼冤枉 乖乖就范 然而倒霉之路 才刚刚开始 吴总一个电话 德彪带着小翠回到维多利亚 饭桌上滴烟倒酒 态度大变 炒鱿鱼成了做上课 德彪有点懵 吴总不计前嫌 让他回来接着干 顺便问咱外甥女小翠 有没有找到工作 实在不行 咱维多利亚 当个服务员得了 德彪并未听出各种玄机 纯靠着个人魅力 官复原职 德彪觉得自己又行了 临走跟领班阿薇 哈了一会儿 其实有缘 也许吧 吴总最高指示 小翠下午就能上班 回到家 德彪嘱咐他 留意阿薇的动向 老舅的年龄可不能搞错 切记 记得你比我爸小两岁 哪不 对内吗 对外我一直是29 在永远29岁的范德彪助力下 小翠算是在城里安顿下来 服务员相较陪酒 起码少了客人的动手动脚 有彪哥罩着 安全感倍增 挣的不多 但起码比村里的生活丰富有趣 很快还和陪酒姑娘小云成了朋友 在饭馆刷完了碗 马他帅在街上溜达 琢磨着怎么能搞点钱 他身上有手艺 看路边的假瞎子拉二胡 技术稀碎还不少正 我上我也行啊 便提出带拉分成模式 这本山拉胡气可是同子宫 顺便炫个计 谈定了合作 上手一曲瞎子阿饼 引得众人纷纷围观 打赏送火箭 顺便提一嘴 这位假瞎子的扮演者 正是金牌编剧何庆奎 川网上的本山爆款小品 很多出自他的手笔 后来两人还合作了刘老根 不料人越居越多 城管以妨碍交通为由 把马拉帅带走喝茶 假瞎子见识不妙开溜 几番讨价还价 老马被罚了一百五十块 手头剩下三十六块 外加一把二胡 总算没有白忙活 晚上到小白部 买了四块钱的口粮 然后在车站大厅对付一宿 期间曾见义勇为 带配盗气团伙套路进了局子 幸好警察明察秋毫 还其清白 然后接查回车站 梦回周公 这里用到了卓冰林的末片风格 前半场脑补自己 当上了警长风光无限 后半场则被五花大绑 村长带着一帮村民 大喊日内瓦还钱 德彪那边安排小翠当情感电谍 随时打探阿维有没有男朋友 闲着没事去吴总房间 观摩老板搞艺术 彪哥这见想力 属实独树一帜 无总边写字 便切而不舍打听小翠 高中毕业 在咱维多利亚算是高学历 当个服务员屈才了 马家铺子村那边 村长儿子余德才黯然神伤 也不知道马大帅的寻人进度 人才两空 这不成二傻子了吗 但至少得把三万块的礼钱 给要回来 清晨 马大帅在车站醒来 好在手边有把二胡 索性继续匆忙着卖艺 一天下来真是不少证 旁边竖着块牌子 用世界名画 寻找小舅子范德彪 这部剧在叙事上非常讲究 前三集 没头脑也不高兴 两个男主愣是没见面 一帮流亡小屁孩 盯上了马大帅 刚一伸手发现他不瞎 老马倒是也不恼 聊了几句还算投缘 正所谓boy help boy 带孩子们吃饭 顺便洗个澡 为了省钱 当了把搓澡工 吴总主动到保安室找德彪 轻描淡写 询问小翠的情况 关键是出没出对象 德彪一听 以为吴总知道了逃婚的事 便一股脑都全说了 全怪他爸瞎点鸳鸯谱 逃婚说明小翠不甘于现状 吴总反而开心了 他离婚没孩子 在开源室好歹算一号人物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一上头跟德彪摊牌 哥哥的心已被小翠击中 如此时尚的娱乐城老板也不多见 德彪乍听有点懵 您说的喜欢是哪种喜欢 这里彪哥展现出责任心的一面 眼含泪光 看着还挺招人疼 吴总明白跟小翠差着倍 有些不好意思 希望德彪帮着问问小翠对自己的印象如何 水到渠成自然皆大欢喜 没成也别闹得满城风雨 务必低调 龙跟吴总攀上亲 对事业大有注意 德彪立刻行动 为而人创造独处的机会 维多利亚是集餐饮 娱乐 喜悦于一身的综合体 进水楼台 干脆卡拉OK得了 这天德彪制作了所有姑娘 看小翠太拘谨 便亲情献上一首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造气氛 唱得好不好先不说 主打一个感情饱满 多年后 导演新爽在漫长的季节中 名场面原样复刻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德彪 看着老舅耍宝 小翠笑而不语 不迎合也不生气 殷勤难测 德彪唱得上头 干脆夹带私货 拔威留下情歌对唱 成功把对方带偏 吴总听得脑子嗡嗡的 烟抽了半盒 这局到底是谁的主场 出门吴总多少有些失望 这小翠忒内向了 是不是嫌我老啊 吴总是那种女孩越高冷 他越喜欢的榜一大哥 真诚拜托德彪多为撮合 阿薇也觉察出吴总对小翠有意思 明显话中带刺 小翠出来乍到不想掺和 应付了几句赶紧撤 阿薇坐在原地 眼神露出肉眼可见的嫉妒 吴总出战告赋 德彪却相当得意 情歌对唱 离拜天地也就插着一层窗户纸 送走了老板返场回撩 使出置硬币大法 反正咱俩前生必须有缘 回家德彪跟外甥女摊牌 吴总看上你了 自要你点头 下份工作就直升维多利亚的老板娘 纯雅战士小翠明显不乐意 什么家大业大跟你不熟 要是图这些也不至于逃婚 德彪忙着撩妹 姐夫马大帅却度过了极其糟心的一天 在车站过夜时 警方突击检查 犯罪分子眼瞅逃不过 干脆把装满假钞的包 跟熟睡的老马换了 马大帅白口莫辩 又被带进了看守所 面对质询 马大帅以为警察口中的假钞 是自己的同乡假钞 邪音耿扣钱 支支吾吾更让警察怀疑 装傻给我狠狠的审 造假币归刑法馆 马大帅大半辈子安分手挤 见此情形直接下麻了 说了一堆有的没的 甚至把跟玉芬的眉来眼去 当做污点详细交代 警方见撬不出东西先鞠了 看守所是更为赤裸的丛林世界 谁守黑谁地位就高 有个每年进来三四回的 惯犯爬手好心提醒 你得把罪名说的重一些 才能镇住场子 第二天老马干脆往海了边 说自己刚杀了人 很尖手巴鸡说话没根 大哥根本就不信 起来 交来了 这次录归医院 别说这一嗓子还挺管用 从此在牢房里 占据了头部生态位 垂腿捏背有烟抽 比在社会上有存在感 警方把马大帅定型为大案要案 提审时 恨不得上挖祖孙三辈 谁知回到牢房 刚才知招的爬手小哥 以鼻心领肿 贵宾成了技师 冒充杀人犯败露 马大帅瞬间被打回原形 另一边得标 以掉进爱情的漩涡不可自拔 但现实是残酷的 这天到歌舞厅巡查 酒保小哥表示 阿薇去车站送男朋友了 得标的爱情乌托邦 瞬间崩塌 聊骚无缝衔接到了喝闷酒 可怜的标哥心碎成了渣渣 悲痛欲解的他 居然还质问起了阿薇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我都 我都29了 我跟你开了起这玩笑吗 倒霉催得摊上这么一火宝 阿薇面上笑脸相迎 内心早已烦透 失恋后 得标跑去贵英的饭店 一人饮酒醉 有别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女性 贵英是如此的善解人意 得标也是会夸人的 马拉帅在看守所 隔三差五被铁拳教训 每天生不如死 玉芬得不着信 前夫牛二时不时上门骚扰 遭不住了 干脆到城里的维多利亚问问情况 得标刚失恋 见到大妹子相当兴奋 离村多年几乎没认出来 什么我姐夫进城了 没见着啊 下班后 三人在家里开个小会 福尔摩彪缜密推理 有三种可能 一是走丢 二是被骗 三是被杀 一番念叨把玉芬和小翠吓得够呛 要不咱在报纸上登全人启示 能不能找到就全看命了 得标并不知道 玉芬和姐夫的暧昧事 一听他早已跟牛二离婚 不由的春心荡漾 并力邀玉芬在家里住下 干嘛出去租房子呢 花那个冤枉钱 男儿当自强 彪哥的爱情事业也许会摔倒 但永远不可能躺下 下午上班 小翠的KTV包房送果盘 却被几个醉醺醺的客人盯上 死活要拉他唱歌作陪 场面即将失控之际 两个男人渐步冲进来 让我看看谁在耍无赖 马大帅里站立稳居前三的狠角色 刚只闪亮登场 这简直是得标无数次梦到的完美姿势 刚子本名赵刚 开源本地人 现年28 同小混社会 练就打架的技能 早上刚从看守所释放 还曾跟马大帅擦肩而过 刚子是个颇有狭义气质的会会 此类全场后潇洒离去 这波操作看得小翠心迟荡漾 糟糕是爱情的感觉 刚子似乎在等什么人 包房里独自唱了首经典老歌 朋友别哭 小翠趁着送东西表达了谢意 彻底被刚子浑身散发的穷性气质俘虏 村里哪见过如此风采的人物 打架传到了吴总耳朵里 这种冒功的机会 得标自然当人不让 这次弟弟发挥的还不错 吴总倒是没深究 他现在满小翠都是脑子 人在河边走哪有不识鞋 小翠长得这么俊 即使当服务员也总会碰上流氓 跟得标一番商量 干脆升他做领班助理 相当于服务员里的二把手 地位仅次于阿威 小翠刚来没几天便火线窜声 工资甚至和老旧持平 但小翠并不高兴 他对老男人吴总毫无感觉 不想欠对方太多 可得标几乎已默认了这门亲事 下午得标回维多利亚 发现门口停满了警车 保安怯深深地说是来找您的 原来警察看到了 得标堪动的寻人启事 他虽说从未坐监犯科 可乍一件警察还是慌得一批 什么马大帅跟他不熟 警察随后说出实情 已经查清楚 假钞案确实跟这个农村小老头 没啥关系 赶紧去看守所领人吧 得标正在放心 重新接受了姐夫 到了看守所 马大帅和范德标终于胜利会师 老马一见着大胖脑袋背从中来 当场抱头痛哭 公安机关抓错了人 表示深切歉意 归还了包 二胡和世界名画 几年没见 回程的路上 得标猛烈反尔赛 生怕姐夫不知道自己发达了 然而马大帅对他知根知底 一通强力灭嗨 转眼车开到家 这会儿得标还得回去上班 姐夫你自个儿进就得了 里边如果碰见女人 记得喊小舅子媳妇 马大帅正纳闷着 得标找了哪家的姑娘 结果一看竟然是玉芬 这下给整不会了 玉芬完全没意识到 已在两个男人间埋下了炸弹 看马大帅嘴角有伤 亲切询问 玉芬不太同意 把小翠临走结婚 想要扭的瓜不甜 不能把闺女往火坑里推 马大帅也有难处 收到的三万块彩礼 拿去盖房子 想退只能用砖了 三万对农村家庭来说 算是比巨款 马大帅无论如何拿不出 除了把小翠交出去 别无他法 那边得标找到小翠 外甥女儿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你爹没死找着了 坏消息是他要带你回去完婚 小翠自然是宁死不屈 标就表示不急 你先去小云家住两天 你爹这边我搞定 吴总听说小翠父亲嫁到如临大敌 希望做东宴请未来岳父 并拿出一盒罕见的枪酒 作为见面礼 二十年前的奢侈品造型主打一个浮夸 得标端着枪 回家自然要大家显摆 只字未提吴总 全当着自己的牌上 马大帅对酒不感兴趣 得空就探听得标的口风 玉芬到底跟你有啥关系 德彪七八年没回村 按理说不可能跟玉芬有交集 但男人的嫉妒心一旦点燃 就容易陷入精神内耗 晚上三人凑堆吃饭 自打进门 老马就想见闺女 得标也不瞒着 反正摆明了夺你 今晚咱哥俩就掰着清楚 得标认识村长的儿子余德才 从小长得跟茄子包似的 完全配不上咱小翠 作为老舅这事我管定了 马大帅喝了点酒也怒了 这里边有你屁事 把眼闺女交出来我马上走 话赶话冲突升级 幸亏玉芬可就着霍西尼 才没打起来 晚上得标跟马大帅同床睡 得标嘴上没把门的 八字连墨都没买 就一通吹逼 反正就差证实领证了 理智上不信 情感上憋屈 马大帅心碎成了渣渣 他看不上得标 但更悲催的是 自己的条件还不如得标 同样闹心的还有小翠 最近刚子经常来韦多利亚 每见一次就加一份喜欢 连跟班的小五都看出 小翠对老大有点意思 小云本来总拿他跟刚子起哄 眼见闺蜜动了真情 反倒劝起来 刚子性格仗义人也帅 但毕竟是道上混的 听说他最近在找一个 叫老八的大流氓 可能还牵扯到贩毒 你可不能往火坑里跳 镜头暂时回到马家铺子村 玉芬的前夫牛二烂醉一宿 跑去村长家闹腾 反正死猪不化开水趟 老子蹲过一次班房 不介意再去一次 无论如何 你得把玉芬给我找回来 癞蛤蟆爬脚面 不咬人他恶心人 村长遭不住 只能说玉芬已进城 八成去找范德彪了 自打小翠逃婚 村长家也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 新娘官于德才 整天抱着婚纱照 迟迟挂念 转媳妇能回心转意 村长也不再指望 跟老马结亲家 过两天我安排一下工作 咱爷俩进城 怎么也得把三万彩礼讨回来 德彪仍对姐夫实行信息封锁 道理我都懂 但说出大天解 你也不能带小翠走 这天上班 愣是把本车 做出了凯迪拉克的份 方圆百里最帅的仔 蛇我其谁 马拉帅只能尾随德彪 来到维多利亚 讲理的不如会闹的 在险些撤了个花瓶后 终于引起吴总的注意 吴总一听 是小翠的父亲 差点脱口而出叫了爹 笑脸相隐 请到办公室喝茶 德彪心里那叫一个慌 两头片 最怕假以双方见面 我比德彪大两 大一轮 我四十一 我二十九 强势虚了个十几岁 一个敢编一个敢信 马拉帅可算抓到了 德彪的软肋 有辫子不揪 过期作废 反正你今天 必须告诉我小翠的下落 马拉帅顺着地址 找到了小云家 拼头碰上了 正准备去上班的亲闺女 小翠死活不从 趁乱溜走 也是巧了 钢子骑着皮卡丘 配色的拉风小摩托经过 小翠跳上后座 呼唤钢子救我 眼下维多利亚 暂时回不去 先躲一躲 钢子把小翠带到了 一处风雅茶社 伴着悠悠古琴 讲述人生故事 他也是个苦命的人儿 小时候父亲死于车祸 母亲狠心丢下了 他与弟弟远嫁 不久奶奶因病去世 兄弟俩未成年 便流落街头 钢子在江湖闯荡 供弟弟读书 弟弟倒是挺争气 现在在外地上大学 期间小翠提到了老八 钢子猛然的一愣 表示老八是个恶棍 两人早晚必有一战 听到这儿 小翠倒是释怀了 坏人的仇人 那不就是好人吗 出身草莽 爱护家人 极恶如仇浪子心性 你就是我一直在等的 盖世英雄 同时小翠也将 逃婚的烦恼 娓娓道来 互诉忠诚 对彼此的印象都一级棒 现在私奔太早 班还是得上 到维多利亚门口 两人讲出类似的话 基本相当于 互说了挨度 小翠慌慌张张 换好了衣服 一面碰上 怒气冲冲的阿威 被劈头盖脸一通喷 你老旧范德彪 在我眼里就是个零份 他也不像话了 虽说的确是小翠儿 违规在先 但这通火明显 话里有话 小翠儿不和情理的高声 勾起了阿威的 度火中烧 两人的民争暗斗 才刚刚开始 女大不中流 小翠儿跑路 马大帅独自在家 暗人拉二胡 回想起进城后的 整种境遇 不由悲从中来 眼下玉芬被德彪 介绍到了维多利亚 当宝杰 赚的不多 好歹算是个宝杖 见秦郎如此颓废 玉芬提议 让德彪也给介绍个活 咱慢慢攒钱还债 那么马大帅 能找到什么活计呢 家的两个男人之间的 小翠儿会何去何从 村长父子 以及牛二即将进城 又将为故事 勾起怎样的波澜 遇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好了 马大帅的第一回 就聊到这 如果绝胆做的还行 就转评赞随便给一个 三连我也不介意 您的认可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比心